大家好,我是CAPITO CYPTO 现在是台北北京时间7月31号晚上7点43分 昨天我都有明确的讲到 比特币它还会继续的上涨 我们只要没有跌破我所画的上升趋势线 我都是不考虑做空的 果然我也是继续验证了我的画 但是我们现在正受到42,000日线级别的强劲阻力位 我们还是没有离开那个阻力区间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威克夫模型它在低阶段 我认为我们现在就是在低阶段 它在低阶段的时候 它还会有上下整理的动作 上下整理,回踩,支撑,确认 并且把你最后一点筹码咬掉 我等一下会就这个部分 要怎么做应对做非常非常详尽的解说 以及我这张Wack of Accumulation 威克夫吸筹模型它目标价格 可以止盈的目标价格 我都会精确的给到 这个其实是一个数据 你可以看一下 它在调查的是 净流出跟净流入交易所的比特币数量 你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们金鱼跟机构 它一定是要在暴涨前买入很多比特币 你看 2013年暴涨前 我们出现了一根非常长的红色线 这什么意思呢 有很多比特币流出了交易所 被买走了 你看一下 2013年 我们出现了这根 较前面都要长很多的红色线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牛市的开启 最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也出现了一根红色线 表示有很多很多的比特币 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比特币 流出交易所 也就是有很多人 他在疯狂的买比特币 然后存到自己的私人冷钱包里面 要找到上一次 这么多的比特币净流出 可能都要到2016年的年终 非常可怕 我们回到比特币图表 我们先看一下大周期的 大家都知道我喜欢看大周期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了4小时级别的顶背离 你看我们在这里出现了顶背离 Bearish Divergence 然后呢 我们现在 又一次出现了Bearish Divergence顶背离 也就是我们价格创出更高的高点 我们RSI创出了更低的高点 那这其实是一个警示的信号 也就是我认为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在盘整一阵子 把这个4小时级别的顶背离给消化掉 就跟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一模一样 你看我们在这里啊 其实也盘了大概有三天了 我们自从出现这个4小时级别的顶背离之后 我们已经盘整了有三天 我们才突破僵局 打破之前的背离 去创造一个更高的高点 但是我们现在又来了 我们现在又被创造出了顶背离 而且是4小时级别的 我认为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在盘一阵子 才会再选择出向上的方向 那向下的话 一样根据我之前画的那个趋势线 我们接下来切换到1小时级别 我在这里啊 其实我们复盘一下 最后我们走出的其实是相提震荡 那它在这里其实走的是一个2bar breakout形态 2B形态 在这里也是2B形态 两次2B形态 之后它才真正跌破 我们接下来切换到大周期级别 也就是日线级别 我会明确的讲到这波上涨它会涨到哪里 去结合VPVR来做考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拉一个Fibonacci Retracement 从我们最高的高点 也就是大概6万5的位置 每个交易所都有点差了 然后去拉到我们大概在2万8 也就是回调的最低点 你可以发现 我们现在已经触摸到了 我们0.382的位置 0.382 如果你有跟我一起在下面建仓线货的朋友 如果你是玩短线的 前提是如果你是玩短线的 现在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减仓时机 那这一轮暴涨呢 我看涨到什么 什么位置 我结合VPVR 如果我们可以突破这个4万2000的位置的话 4万2000 如果我们可以突破 我一定会放一张躲单 因为你可以发现我们的VPVR 在这里是没有阻力的 我们每次突破4万2000 我们就直接冲上去 突破4万2000就直接冲上去 那我们会冲到什么地方呢 我们会 我认为 这是我的减仓点 我们会冲到0.5的位置 0.5的位置 大概就是4万6千8百19 那我们取个整数 4万7嘛 我觉得如果 我们只要突破了4万2000 我们就可以来到4万7 我有两个证据 第一个是结合VPVR 第二个呢 是结合Fibonacci Retracement 我可以给出这一次 如果我们突破4万2000的话 我们会来到什么样子的目标价格 那现在是还没有突破 大家都还有时间去做 现货以及合约的布局 我们接下来看到 我以比较小周期级别来看一下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自从在这个等摇三角 跌破之后 我们就触摸到了 我之前讲过好多好多次了 这是什么位置 38800吗 我之前讲过好多次 触摸到之后 获得了一定的支撑 而且我昨天晚上 如果你们有看我的影片的话 你就会知道 这个上升趋势线有多么关键 请问我们有跌破吗 没有 那我就不会做空 我不考虑做空 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又重新回来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借入一张多单 但是我们目前是受到 日线级别的 紫色主力区间所压制了 我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先切换到4小时级别 各位如果拉大周期 你就会发现 你看一下 非常的神奇 Let's go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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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们可以有效突破 我们接下来一定会 Pump Pump到哪里呢 我刚刚讲过了 46800 就是这么精确的点位 好 那挂单 大概挂在哪呢 我觉得挂可能42000 它突破 然后一直到42500 其实都是可以挂单的位置 因为在这里 它其实 在这里是差到42000 那在这里它其实是 最高有差到42500 给大家 提供我的 具体的点位 而且 我们要考虑一下 这条上升趋势线 我认为这条上升趋势线 只要被跌破了 那我就会先不考虑做多 就是这条橘色的上升趋势线 它只要一被跌破 我就不考虑做多 做空的话 我可能还要再看 有没有新的心态 或者是新的入场理由 但是还没有跌破这条橘色线 我是不会去考虑做空这件事情的 非常危险 因为不可否认 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 Uptrend 而且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放大级别的话 我认为如果 我们可以突破这条下降趋势线 我们真的会 再迎来一波牛市的上涨 风牛的上涨 那突破的话 我也会重新回去布局我 之前在这个位置 抛掉的山寨币现货 我现在也是在寻找山寨币的标的 因为我们离这个突破也是非常不远的 那我比特币做多 可能就是在突破这个 突破4万2 而且突破这个黄色的下降趋势线 我就会去做多 但是各位要注意哦 这个是很大周期级别的 最后我们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它其实 如果你有看我的频道 你一定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我之前在这里的时候 叫大家可以买入现货 在这里我又提醒了你一次 现在我们突破了WD了 是不是一次还不错的 实际可以买入现货呢 但是我有个隐忧啊 如果我们开启4小时级别的话 我们会发现 我们在这里啊 出现了两次的Bearish Divergence 我们在这里一次 打出高点这里 然后 RSI呢 我们却创造出了更低的低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在这个位置 这里 我们连续创出了两个 4小时级别的Bearish Divergence 这表示什么呢 这表示以4小时级别来考量啊 我们很有可能会在这里横盘 我不认为它会直接向上 它可能会来测试这个阻力 这个支撑区间之后继续向上 但是它不会这么快就向上 毕竟它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 它所创造出来的Bearish Divergence 一样 我们切换回小周期级别的 如果我们观察这个三角形啊 你就会发现 我之前是在这里突破做多嘛 那回踩之后呢 它只要没有突破这条 蓝颜色的上升趋势线 我就 一样 我不考虑做空 我不考虑做空 相当有效 你看接触点这么多 一定很有效 它只要跌破的话 我还是会试情况去 去介入空单的 但是 目前连蓝色线都没有被跌破 我是非常不建议 各位 这么左侧的去介入空单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什么 我之前也讲过很多次 W pattern嘛 W底 突破这里我也是有做多 那目前利润 也不是很多啦 不是很多 可能二三十个点吧 之后再分享给各位 我的最新状况 这个是比特币的Fear and Good Index 也就是恐惧贪婪指数 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中间值 大概是50的部分 其实我们已经连续上涨了九天 也就是九连羊 大家一定要注意风险 尤其是如果你有多单的话 或者是你有现货的话 其实现货如果你是做短线的 现在是一个不错的减仓时机哦 这个是我专门跟BitGat要的 如果你现在入金 并且 扫描我的条码 注册我的专属链接 你就可以得到入金5%的体验金优惠 BitGat是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的平台 而且现在Buyens 它也受到了好多的监管控制 尤其是 你们可能有听说 比如说在马来西亚啦 或者是在欧洲 如果有这些地区的朋友 欢迎你们可以注册一个BitGat 这都是我目前有在使用的 还有Bybit Bybit是我觉得非常不错的交易平台哦 如果你现在入金 并且充值到它的 价格的话 它的规定 你就可以最高获得1610美金 我的链接是全网最高的体验金 Bybit跟BitGat 现在都是我有在用 而且体验金全网最高的两间 非常不错的交易所 科比托群组提供即时技术形态 行情分析 性质发言 群组连结在置顶留言 欧益交易所交易对齐全 加密货币衍生品交易量世界第二 点击下方连结 获得全网最高20%手续费返现 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帮我点个赞 还没订阅的朋友 请点击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加入YouTube最赚钱的 比特币中文频道 如果 加密后不想请巨石孝心 如果你不想错过 下一个交易机会 请按下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 接受我第一首的精准分析 我们下